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二客场不敌天津泰达 重庆思维主场赢比二不敌山东鲁能 贵州横峰客场赢比一不敌河北华夏幸福 宝吉对手全败为大连一方获胜 大连一方正式脱离了降级区 宝吉田津喜山 于广州富丽的比赛赛后 大连一方球迷用人作电 德邦是疯狂庆祝大胜 其实这个是大连球迷的传统了 不论赢球或是输球 大连球迷都会用应做电的方式表达情感 赛后有人会收集做电 等下一场再出售给球迷 一人一个 对球迷而言 就相当于花一块钱租用了 接下来 大连一方将迎来中超连赛 和足鞋杯双赛的密集赛程 中超赛场上 大连一方将先后面对北京中和国安 河南建业和重庆思维 北京国安是中超领投阳 实力很强 也刚三比一 立刻加苏苏宁 而河南建业和重庆思维 都是大连一方的直接竞争对手 大连一方可以战略性放弃和北京国安的比赛 刚好下轮木谢奎斯黄平赛 转而全新应对和河南建业 以及重庆思维的宝吉六分大战 如果这两场比赛能够拿下 大连一方的宝吉也就稳了 另一方面 大连一方已经进入了足鞋杯的四强 对手是目前排名中超刺席的山东鲁能 大连一方是先主后客 越进手 场比赛在8月21日进行待定 中超联赛还有十三轮 而足鞋杯打到冠军的话 也只是四轮比赛 目前 贵州横攻十七轮二胜两平十三夫及8分 落后倒数第二的重庆思维7分 贵州基本一只脚已经开进了中甲 此后一次是重庆思维15分 大连一方16分 河南建业18分 少赛一轮的北京人合20分 大连一方如果能在之后和河南建业和重庆思维的比赛中取胜的话 基本就能绑击成功了 那这个时候 是否要考虑足鞋杯夺军军亚冠呢 那等下 来看看 我可以先教自己的美片 那这个 quiz是一大辈子 第一个对象 我可以教你 看看 我可以教你 cap 啊 在南建你 来说 北京人 都让我跟面子 往前都让我去 开同 折军�呢 我可以教你一下 不要开门 如果我可以教我教我 我可以教你过的关门 我是否否计算 我可以教你一下 我可以教你做OK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